《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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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受伤害了还是吃对它 当人家解剖了 你觉得你就才翻过来了 它对你的伤害是帮助你 如果是你在受伤的那一个时候 它的伤害就是伤害 怎么能叫帮助你呢 它就是伤了你 你成到那一天 可能说众生的所有帮助 都是众生对你所做的 都是成就的 没成到这些全叫伤害 怎么叫成就呢 你还没成就 你现在说不定或者心里就不行 你这样乱老的 你烦死了 是个无底线的事 可以帮助到我们放弃自我 然后救你我 没有其他路好走 我觉得这个比较百在不胜 我自己认为爱 就是 反正总是觉得自己的手少 就是一块 就是 读的书多的也不见得 一个博士不见得多快 但是但是我就是 到哪里就觉得自己就好像 总是缺陷 总是没有自信 如果是个博士 如果很自我的话 更厉害 更起得厉害 自己辅定自己 没关系 除去以后 你可以没有任何东西 但你觉得 你拥有慈悲的善要够了 这就是 得年最珍贵的品质 所以我就觉得 我已经吸掉了自己 老师博士 到了那种 那种 清醒下 我就 紧张 就比我自己 要相信自己可以了 嗯 你能做的 我相信你 为什么你自己 不相信自己 我说我们要先相信自己可以了 善良是慈悲的基础 为什么就做个永远 我们都善良 你为什么慈悲 在这生化 善良 有爱 有情 这些就够了 然后就失化到慈悲 先不要看在于自己的角色 就慈悲的开始了 多以别人的快乐 作为自己的快乐 就这样 刚开始不是的 你不希望别人快乐 别人快乐 你烦 你觉得这个世界有问题 为什么我烦的时候 他这么开心 你心灾落后吗 而且他们都快乐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 你会失去好 就是觉得 尤其你在乎的时候 他每天心灾落后 你这么烦 你会觉得 显示这个世界太没意思了 但是刚开始 你这种 分过来 你可以不快乐 但是只要身边的人 每一个人都快乐 他们都有希望 他们都能友好 就先 就这样想 其实没几个快乐的 但是你这个念头要转过来 这个时候你就慢慢慢慢 自我的东西就不在意一下 也不要可怜自己 觉得我好委屈 我好可怜 也没有疼 没有爱的 这么孤独 或者是我好 你怎么爱我一个人啊 等等等等 不要只要想 他这辈子最大的心结 就在于他在学校来的时间 他就是老大这一点 就觉得我不如很 我一点会觉得你学的东西少 在课堂上的十年 其实很多孩子 学到的并不多 社会大学也是 社会上学的东西更多 我觉得你应该 从自己的世界 集合出来 不用想 甚至在学校 你学多少东西呢 那是为了依附考试 去念叠字 对 念叠字 我觉得 尤其涉及到修学 人家六祖 他不识字 人家六祖 坐在那儿说 我没念过书 我怎么能做祖师呢 都误了 是吧 那把参存六祖 知道吧 一个字不识 不讲经说法 如果他有你这种想法 他肯定做不了祖师 回顾了 每个人都是佛 每个人回来 你可以的 你知道 尤其修学的人 如果是理论学的太多 没有太斯坏 那是理藏 他的方向 很麻烦的 你知道吗 所以六祖在世纪 不是这样 所以理藏 也是不容易方向 而且你也很聪明 很心灵手巧 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 很多成国人士 都小时候里面 我说 真的是 你可以在 你喜欢的艺术 或者各个方面 你可以处理吧 所以人家有的人 六十岁七岁 还学你的手艺 什么学得很好 你用你的智慧 去让自己 在某些方面 觉得自己有成就感 或者什么 都可以 学习永远不齐 如果你觉得 小时候 在学校没做够 学习永远不齐 去大学进修 去 其实不可以弥补 最主要是 你纠结这些事 才是浪费时间 因为 包括寒寿 包括什么 现在网络教学 可以跟世界一流的老师 学习东西 你学佛 都可以修正 学佛 都不学你们话 成了 你的兴气 你的政治 善良 你有没有正生正义 你的品质怎么样 你是不是 博士一点不重要 是不是 大学毕业 是不是上完了 一点 真的不重要 我自己 控制一下 自己去感觉 心态不好 保证 负面不好 寄一些出来 这些都是对的 你看 你很清楚 不是半个医生了 你知道自己心态不好 导致了 好 重点就是 瞧心态下一次 瞧心态 怎么能开心呢 自己瞧呗 这样自己 我觉得我也知道 我知厉害 你千万 感觉我这个成分心也厉害 你啥也不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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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厉害 真的不厉害 你就是老看见自己的不错 看不见自己的幼失 以前是这样 以后不是 总会改变吗 人家说风水 三十年后 三十年后 一间看东 一间看西了 是吧 好 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老为孩子窮心 孩子一上街 过妈妈 安不安全 他犯人 就是诸如此类的 他就老被担心 个人有个人的因果 是不是他还不太明白 这个因果 也不是 他就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的 这样没什么不好 就是 你说多愁 散感啊 灵感啊 就是这样的 就算你念了博士出来 还是这样的 你不要学生学习的少了 你念个博士出来 比这个还厉害 我告诉你 那种敏感啊 那种 那种 一下子人家说句话 就敏感了 心里就揪着的 那种角色是一样的 那跟你上不上学 一点关系 没人高兴 我这边很高兴 是特张力被改来的那种 修修定理吧 就是 有时候打打坐吧 说理论有什么 揪住他又揪住了 把孩子一个电话过来 你又揪上了 揪上了 打坐 在坐垫上 休修定理 然后 小呼吸 把呼吸瞧有了 我的若有若 我的身体 心态就转过了 嗯 坐在那儿 跟呼吸同在 其他的都跟你没关系了 因为你活的就有一口气嘛 别的 是吧 别的都是乱笑 静下来可以 静下来跟呼吸同在 如果呼吸来求 静下来可以 静下来可以 把呼吸当成说菩萨 呼吸同在 可以给你力量的 要放在自己的 学长到自己的生活模式 你每天要有自己的生活 孩子打个电话 就像我 他可能一个月不打电话 有时候很少交流 除非他有事 他打电话后来交流 或者哥俩的小 偶尔小 打个电话就是这样 或者说大家都好 就OK 就是 男孩子可能跟女孩子 也不太一样 但我也有小女孩 也是 也要高中了 也不只能回来 其实没什么 他 如果他们命中 他的福报里边 有些东西真的不好 你也敢别胡说 嗯 我就是怕 就怕 不用担心 你真的不用担心 嗯 还有你 你在做什么 要把心安住了 自己要有自己的生活 嗯 否则你 你坐在那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生活 你就会把心也 放在那里 身上 因为孩子是你最牵挂的 嗯 你都知不觉就给他转 嗯 孩子都上大学了 你就这一个是吧 嗯 那你在家要不要自己 想做什么 做 对对别的 要有这些东西做 嗯 如果时间经理充配的话 除了工作 你上班了 是 除了上班 也可以做做其他 也不用老在家 就是要收拾房间 可能要亲戚说话 各方面自己去玩 你要是觉得学习的时候 可以上一些寒授啊 去大学做一些 就是业余听听一些课程啊 跟一些老师的教读啊 这些都是弥补你的 自己的理解 但是我真的是见不下来 你去做才能见下来 你坐在家里乱想 不愿写 写的才见不下 唯独是写的 要自己先忙起来 慢慢再忙住修订 嗯 然后慢慢再放弃 再协助定下 那再说 什么事也没有闭下来 这个地址说 嗯 在乎就在乎吧 没关系 最后人家骂你的时候 别伤心的去 哈哈 我也在乎别人看法 但是他们有夸我 有骂人 骂你的别伤心 夸你的高兴就行了 是吧 不代表不在乎啊 也在乎啊 但是有些人家骂你的就 在乎 看法总是两种 一种是夸你的 就是骂你的 或者有的哥哥跟人家 无所谓 人家也来的看 就这三桌 基本上 清楚了就这三桌 那看法肯定是这三桌 只不过它发生在谁身上 嗯 嗯 老师不摘一摘也没有 真的是没有啊 对 还挺轻松的 嗯 我就是说小人 我睡在就是为你牵 我那种感觉 哦 那经常来四桌 哈哈 逃跑就完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是吧 哦 去你喜欢的地方 也是一个方法 去一些 比如宝头有很多小型的道场啊 有些团体啊 有些活动 可以参与啊 嗯 你就会把自己的一些烦恼忘掉 除了我们上学的 他的命刻好 知道他福报挺好 他又年秀 嗯 其实他学什么东西很快的 他又年秀 又福报 好善报 善缘多 他做什么很顺利的 他又想做很顺利的 那怕什么的 精神无害啊 这样子已经没有遗憾了 你还遗憾啥呢 他说 你上学这就是还遗憾 哈哈 哈哈 但是我听师傅 他又让学校教坏了 我去永远讲 你让学校教坏 哈哈哈 你修行坏知道吗 你让学校教坏了 嗯 是啊 老师会告诉我们很多的道理 嗯 有些道理没有 他还说上学也好 但是我们没上就没上 嗯 他说他没上学 他都没先进 嗯 他是个好学生 嗯 所以一直遗憾自己 没学成 好学生就是会考一百分 其实没上 你知道吗 像佛学吧 学识像五年智慧 这个是最高的大学 你修行坏 对 如果你开悟了 你已经比所有的大学 什么 多厉害 多厉害 嗯 你上学真的没关系 嗯 你上了博士也是这样 真的 你当了教授也是这样 真的 你当了教授也是这样 嗯 嗯 所有你这一生 你受的 或者你感觉到敏感 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啊 都也在消自己的心 对 嗯 就到它该发生的 嗯 自己那些 你没有大的冲击 因为有大的冲击 你就灭了 你躺不住它 就是小的 小波动啊 小波折自己心里 反正今天这样那样 拨退 就是那些小烦恼吧 干受的一些 小磨难也要受的 嗯 嗯 现在去发心解脱吧 去承道 去承道 你要修行 你有散报 也有佛缘 你承道了 就是对孩子啊 对家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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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